Hello 大家好 我是不懂作战 直说电影的唐思琳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高分科幻电影 火星救援 说到火星嘛 那当然是荒无人言 荒神一领 寸脑不生 咬无人言 人机喊之 人无人 人无人之点 唐思琳又在啰嗦 还是赶紧进入剧情吧 在人机喊之的火星上的六名汉子在火星上采集灰尘样本 就在我们的男主角马克在玩泥巴的时候呢 突然接到风暴预警 特大风暴将袭击火星 甚至连飞行器都难免心存 所以必须在灾难来临前离开火星 再去往飞行器的路上呢 信号站被吹飞 马克被信号过大到失去联系 在寻找无果后呢 其他人只好离去 画面又来到了地球 总统宣布宇航员马克悲催死亡了 并加以悼念 第二天 火星风暴停止 被确认死亡的马克呢 被氧气质的警告声吵醒 在最后一刻回到了机舱 因为卫星信号站呢 昨天被吹飞了 马克无法联系地球 只能等待四年后的下一班宇航器飞升 但失误不足啊 等不了那么久了 我快梗了 马克那一脸苍微的留下日记 交代遗嘱 不过嘛 能当上宇航员的家伙都不是盖的 能上电影的男主角呢 那更不是盖的 经过三天的碌碌无为的等死状态 马克还是决定凶器 拼一帮火星期的机会 毕竟呢 马克自称是一名伟大的植物学家 要死也得在星球里种上植物 所以说呢 在计算好所有现有的食物后呢 马克将泥土运到机舱内 并在化学物质中提取有机肥 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温室 利用物理性质造出水 当然不可能是一次成功的嘛 由于马克被炸成了黑碳头 没有黑人那么黑了 所以说你们不要笑啊 终于呢 成功制出来的水 生存的粮食有保证了 于是又将太阳板挪到了机舱附近供电 哎呀 真是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啊 那么不知不觉呢 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天了 画面又转到了地球宇航局 前期呢 提到了那个马克挪动太阳板 监测火星的妹子呢 以为出现了幽灵事件 赶紧叫来胡子哥 胡子哥过来经过分析后呢 胡子哥肯定马克没有死 为了与马克获得联系 局长要求实时监控马克的行为 而在火星上的马克呢 也同样考虑着一样的事情啊 预计呢 四年后的宇航器 会飞到距离此地三千两百公里外的火星陨石坑 那么这一路上呢 他必须解决探险车的电量和暖气的问题 所以要在此之前呢 和地球联系上 于是马克找到了1997年失联的探路者 利用他的摄像头传送信息回地球 利用石榴禁止和地球对话 石榴禁止这种东西嘛 唐森林也不在行啊 无法解释给你们听啊 马克黑了火星车的系统后呢 终于可以用电脑跟地球联系了 还摆出几个骚样啊 拍照送回地球报平安 马克你的动作实在是 拉眼睛 就在这一切准备就绪 所有人都乐观的认为 可以在马克断粮之前就回马克 那什么叫做乐极声碑呢 晚上马克回到机舱 机舱稳定器突然施压 机舱爆炸植物瞬间死亡 马克的宇航服呢 受损差点就因缺氧而死 只有一个狭窄的电脑控制室 难免幸存啊 但没有暖气的控制室呢 很快就会被冻死希望破裂 马克坐在山丘上 看着日出日落 毕竟火山大山上的这个日出日落 不是你说你能看到就能看到的 针对这个坏消息呢 宇航局能做的只是加速制造发射器 赶工出来的发射器并不是完美的 就在大家欢呼成功发射的时候 发射器突然爆炸 希望碎成正儿啊 便又转到中国看到这一消息的 中国宇航局向美国局长提出合作 利用太阳神作为助推器 之后呢 卷猫哥向局长提出了 中美宇航局和火星飞行器的对接方案 无非就是这个这个加速加那个那个加速 然后利用这个交叉啊 一点点对接 但危险呢 肯定是存在的 就看局长是敢不敢拼一把了 但人啊 老了不中用 局长死动了啊 不愿意冒险 于是呢 某人偷偷的将计划告诉了马克的小队 队长对当初撇下马克有深深的愧疚感 于是和众人商量后 决定自行实施计划 控制宇航器 偏移了轨道 被赶鸭子上架的局长呢 被迫去中国啊 谈合作 不过呢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突然被告知火星上的飞行器太重了 火星神难以长寿 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飞行器的所有东西都拆下来才行 然后有小队远程操作飞行器 也就是说 本来你有一个很漂亮的防风防雨防强盗的房子 但被高隶带强迫拆房子 最终呢 变成了家徒四壁了 这无疑是对马克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危险 但马克呢 是毫不犹豫的拆了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小队宇航器与太阳神对接成功 并成功发射火星飞行器 但究竟的是呢 发射的高度不足以回收马克 队长呢 是该住手时就出 让人自制了炸药 利用炸药的助力推进距离 但别忘记 马克呢 是会飘移的 队长够不着马克 眼看着马克是越来越野 马克将宇航服刺船 靠着助力冲向队长 但因为冲进太枪 抓不住对方 还好关键时刻马克抓住了绳子 最终马克获救 回到了地球 当上了宇航员的讲师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剧情呢 虽然没有大气旁渤的特效 和精心动物的种族战斗 但激动人心的是 荒岛求生剧情 更让人刻骨铭心 微博关注唐司令说定 并参与互动 每周都能领取我送出的福利哦 赶紧行动吧